若说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皇帝,那朱元璋就是最有竞争力的,他从乞丐到开国皇帝,真正实现了开举一个碗,全靠自己拼的传奇人生。 明朝天下是一个传奇,开国皇帝是农民出身,中间有几位皇帝比较任性,有沉迷木匠工作的明熙宗,有喜欢斗区区的明宣宗,有连续二十八年不上朝的明神宗,但最后明朝还是延续了两百多年。 不得不说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明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古至今,从一个社会底层的乞丐,到十六岁出家做和尚,最后卷入元末农民起义的大潮,朱元璋可谓是实现了巨大的阶级跃迁,儿时的痛苦经历使他更加坚定地走在革命的路上,脚踏实地地往高处爬,直到他推翻元朝的统治, 建立大明帝国,身为从底层打拼出来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特别关注民生,在执政期间,废除丞相制,由皇帝直接指挥六部,处理正事,早年穷困潦倒的生活经历激励着他,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他会私底下深入到民间探访民生,此行让朱元璋明白了贪官的猖獗,回到朝中, 朱元璋怒不可遏,61个官员被贬到偏远之地,五个异品官吏更是直接被斩首,这是怎么回事? 1. 下民间探访民情,发现毛泥 洪武19年,淮南等地,由于大旱,饥荒严重,朱元璋得志后,立即派人到淮南地区赈灾,朱元璋之前在淮南地区待了很久,对那里的感情很深,因担心当地的形势,朱元璋决定到淮南民间去探望,有别于后来的康熙微服私访,为了不惊动地方政府,打草惊蛇,达到真正的私访效果。 朱元璋选择了将自己装扮成乞丐,更直接地进入社会底层去探查当地情况,在几名卫兵的保护下,朱元璋一行就秘密来到了淮南地区。 到了淮南之后,朱元璋对眼前的一幕大为吃惊,明明已经拨了好几个月的粮,却到处是饿死的灾民。 困惑的朱元璋来到路旁与一个乞丐攀谈起来,言语中才领悟道,虽然朝廷拨出了大量的赈载物资,但能够到达百姓手中的却寥寥无几,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贪官中饱私囊。 朱元璋怒不可遏,但他立刻克制住了情绪,继续向乞丐们了解情况,心里盘算着该如何整顿这些贪官。 果不其然,这些贪官不仅在正在问题上中饱私囊,在处理日常政务中鱼肉百姓,还收受贿赂,办事效率极低,甚至强托事物的进度,不给钱就不办事。 但是,朱元璋从社会底层爬上权力的顶峰,他深知这些贪官的恶劣行径,然而,朱元璋并不想让贪官继续危害这个国家,也为他从小就对那些不计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下定决心要整顿全国的励志,秘密地派人去收集调查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情况,决意杀鸡警猴。 这个贪腐事件不查也就算了,仅仅随便一查,仅在淮南地区贪污镇纪粮食,参与镇纪的官员就多达六十多人,甚至有五个异品大官也参与了其中,这些粮食在各级官员手中逐渐被刻够,等分发到百姓手中,早已所剩无几。 朱元璋为了显示自己整顿贪官的决心,直接下令斩首五人,其余六十一人一律革职查办,发配到边疆,终身不得回中原。 朱元璋在原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建立了政权,他深知百姓生活的疾苦,而社会底层出身的他也深知立志对一个国家政局稳定,民生和谐的重要性。 原代后期,在经历了政治腐败,法治败坏,民不聊生的现实环境下,朱元璋总结了历史教训,他认为造成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刚迹腐败,官吏横行。 因此,从建国之日起,朱元璋开始精简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废除丞相这一在百官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职位,大大加强了他作为皇帝的中央集权。 为达到巩固军权,整治立志,重点治立的目的,由皇帝直接统帅兵部、公部、礼部、刑部、户部,以保证国家的安定。 先秦法家代表韩非子曾经提出过民主治理而不治民的思想,朱元璋深受启发,他认为并非治理国家不需要治理百姓,而是要先治理官吏,然后再改造民风。 于是朱元璋推行重点治国的方针,以明行比较,重点治理为主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励志运动。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执政的时候,曾对有关官员说,唐太宗务官吏贪卓,有贩赃者避之之于法,故立上清紧,民免剖克,贞官之至所以为生。 但是现在官吏肃义妄为,贪赃亡法,结果造成了百姓疾苦,破坏了社会安定,对大明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严惩。 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代表的明王朝统治者在此背景下总结了历代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道。 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制建设,注重预防犯罪,加强法制宣传,通过健全公职人员选任制度,完善公职人员考核制度,健全公职人员监督机制,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贪赃亡法,为营造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提供有利保障。 从行政上看,朱元璋是从中央开始,一改元制,废除了从唐朝延续几百年的三省六部制,并在皇明祖训的第一章中明确规定,赐军之后,不必再以丞相之事,有奏情者,必以即行。 这样的六部制直接对皇帝负责,使整个中央政权得以实现专制。 当地废刑省制,设立三司,即访送制,以成宣布政史司,都督司,提行司为共同的省级机构,把地方的行政,军事,监察等权力一分为三,三司相互牵制,由中央直接管理,使地方权力也集中到中央手中。 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颁布了详细的惩治贪官的措施,未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绝不宽待。 这意思就是,但凡贪污六十两白银以上者,都应判处死刑。 这种惩罚措施,不论官职大小,从六部制限,一律适用,甚至对部分元朝旧官,农民起义军将领,也是如此。 在淮南救灾中,这五个议品大员,就是在这个命令下被斩首的。 此外,朱元璋在选官、考核、监察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建设。 除传统的科举制度外,朱元璋还设立了选举制度。 关于官员的考核,有一个详细的考核标准,以决定其任职期满后的升迁和建立一个严格的监督机构, 集六科根查机构,并交由他们实施对官员的惩罚制度。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贪腐一事有多么的重视。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订阅、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订阅、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